在兴有澎湃的科技创新大潮中 人工智能的时代已经来临 准备好迎接这个时代了吗 目前是人工智能的最好时期 也是最有争议时期 人工智能于1956年诞生 经历了两次低潮之后 计算能力的迅速提升 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多媒体数据的爆发性增长 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人工智能先后战胜了 人类的国际象棋、围棋 以及德州扑克的顶级选手 图像的识别与分类能力 已经超过人类 指纹、语音与人脸识别 正在改变人机交互手段 各种类型的机器人 运行在工厂和现实生活之中 人工智能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 人工智能的创业者越来越多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 都把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的最大的发展战略 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征得主动权 中国国务院于2017年7月8号 印发了新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为三步走 记得2020年 人工智能的应用技术 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到2025年 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取得重大突破 到2030年 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人工智能的创新中心 所以说这是人工智能的最好时期 可是有人担心 人工智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威胁 有人游说 人工智能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更有人惧怕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 所以说这是人工智能最有争议的事情 最好也罢 最有争议也罢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呢 人工智能是学术研究 人工智能是工程技术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发展的结晶 人工智能绝不是赢得电影票房的 终结者 最好也罢 最有争议也罢 人工智能究竟研究什么 应该认为 人工智能研究如何用硬件和软件 实现智能的理智的行为 既搜索 既搜索 推理 规划 与学习 并且在此基础之下 去实现感知 认知 与智能行为 人类研究人工智能 人类掌握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必将造福于人类 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 人工智能究竟研究什么 当你在学习人工智能的过程中 你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会更全面 当你探索人工智能的时候 你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会更清晰 如果你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门课程吧